第261章 清和郡诸姓 夏侯的神情很冷漠 像是土阳城外 一直到深春都会能看到的残血 双唇薄冷如铁 声音从中挤出来后 自然带着骨瓶尽而强横的味道 亲王殿下严明宁缺可能的绅士 并不能让这位大将军警惕起来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 他拥有绝对的自信 大概是被他此时的神态所感染 李佩妍的神情也略微放松了些 心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当年皇兄也没有如何 现在更不会如何 无论是谁 想要替宣威将军叛国一案翻案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至于宁缺会不会像对待卷宗里 那些死者一般对付夏侯 更不是书房里这两位大人物 会担心的事情 因为他没有那个本事 如今的宁缺 虽然已经是夫子的清传弟子 是地位特殊的书院十三先生 然而十三先生 终究只是十三先生 不是大先生 也不是二先生 即便是大先生和二先生 也没有把握能够战胜夏侯大将军 更何况是宁缺 李佩严平竟说到 朝廷和许氏老将军 都查过宁缺的底细 本王自然也去查了查 戏观这些年的过往履历 宁缺此人性格冷力很辣 但却聪明知道分寸 极擅长隐忍 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从来不会贸然出击 在书院与你达成协议的情况下 实力不够的他 绝对会继续隐忍下去 他拍了拍夏侯的肩膀 安慰说道 只要书院里真正的 世外之人不出手 长安城里谁能对你如何 夏侯看着岸上的烛火 微微皱眉说道 西陵找过我 李佩妍神情威灵 看着他的眼睛缓声说道 你必须明白 借着抢夺天书名字卷的事情 朝廷难得觅这个机会 书院愿意同意你安然退去 这种机会稍纵即逝 如果你在此时心生犹疑 书为不至 夏侯沉默了很长时间 圣英微臣说道 世人都明白这一点 然而有很多人绝对不甘心 就这般看着我离开长安城 李佩妍想着才收到的那个消息 眉梢忍不住缓缓挑起 叹息一声后说道 你说得对 清和郡也来人了 那些老东西 似乎嗅到了什么味道 想要过来搅风搅雨 在这种时候 你我暂且先忍耐几日 包括陛下在内 朝廷里没有人会喜欢那些清和郡的人 夏侯说道 如果需要 在邻居之前 我可以替朝廷再杀几个人 当然 那是在陛下允许的情况下 李佩妍想着自己那个 与史书上君王截然不同的皇兄 脸上浮现出苦涩的笑容 说道 律法在前 陛下怎么可能轻易开这个口子 夏侯说道 那便容那些清和郡的家伙 多活数日 不过如果那些家伙 还试图想要撩拔皇后娘娘的心情 休怪我顾不得唐绿 也要下些狠手 李佩妍说道 那是自然 如果那些家伙还看不清楚风声 还不明白 陛下与皇后娘娘之间的感情 便是自寻死路 夏侯说道 那我便先告辞了 李佩妍说道 两位公子自去年返京之后 一直把自己关在将军府中 不与朝臣交往 我知道这必然是你的意思 不过如今你 既然回来了 何必还把孩们拘得这般难受 你陪我去洪秀昭看看歌舞 也让他们过来 夏侯说道 明日还有事情要做 做完之后 再来与殿下饮酒 李佩妍神情威义 心想 你今日已经进了宫 在长安城里 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那两位夏侯公子 自经将军府的情形 你很明白 在陛下指引下来 前应该沉默自首 明天又有什么事情 让你不怕犯忌讳 夏侯走到书房门口处 停下脚步 说道 我明日请明缺饮酒 李佩妍威精 看着他说道 你要做什么 你莫要忘了此子的身份 他固然奈何不得你 可若你对他不利 难道书院还会保持沉默 夏侯说道 杯酒是过往 我敢请他 却想看看 他敢不敢来 因为在荒原上 争夺天书明字卷一事 夏侯大将军得罪了书院 也让陛下愈发愤怒不满 然而 此人挥下数万铁集 替大唐开土辟疆 实力强横 又有战功在身 朝廷处置起来极为麻烦 书院大先生 亲自到土阳城 与夏侯一番面谈后 夏侯大将军 以极为强大的心智 毫不练战 接受了戒甲归老的提议 这是大唐帝国 最愿意看到的结局 无论宫中 军方 还是朝臣 都感到极为满意 所以才会给予 夏侯至高的尊荣和待遇 但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人或是 能够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 浩天光辉之下 依然有魔宗存在 书院高山之前 依然有人对夫子不如何恭敬 夏侯自然也做不到这一点 宁缺不满意这个结局 西陵也不满意 被夏侯的铁集欺凌了数十年 一直默默等着大唐君臣失和 夏侯变成凄惨烹狗的燕国军民 也不满意 即便在大唐国内 也有些大势力 对此感到极为失望 那个势力 便是亲王殿下提到过的 清和郡朱姓 清和郡在大唐东南方 富庶而文化昌盛 自古以来 不知培养出了多少大人物 其中由以崔 陈 宋等七族为首 被称为清和郡七大姓 清和郡七大姓 实际上便是七个门阀 历史悠久 甚至远在大唐开国之前 便以深圳世间 便是西陵神殿的大神官 也有几位来自这七大门阀之中 千年之前 大唐以铁齐立国 兵风横扫天下 西陵神殿秘赵诸国联兵以抗 却依然无法阻止 这个超级强国的诞生和崛起 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时还处于唐国东南边境外的清和 依然在七大门阀的强力守护下 不卑不亢面对着长安城的威压 始终保持着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余年后 大唐的铁骑北伐草原 连续战胜令中原人谭虎色变的荒人部落 甚至最终成功 迫使荒人离开草原 迁去极北寒域 长安城的升危 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 史上罕见的程度 世间民心所向 渐向西夷 直至此时 清和郡七大姓 才最终下定决心投降 立国之初的大唐百废戴兴 有诸多被吞并的郡州需要消化 民间需要休养生息 而清和郡诸姓 在世间声望太龙 所以 那位曾经因为一个小村被图 便倾举国之力 追杀千里灭掉草原某部的太祖 罕有的对清和郡 采取了怀柔政策 并且将此事立为国策 记载在了遗诏之中 大唐开国初年 长安城南的书院 也刚刚修建完毕 招生数量极少 朝廷选拔官员 多是通过科举 和刚刚吃饱饭 学会识字的诸多郡州相比 文化昌盛的清和郡 自然能够在科举中 获得最大的好处 那些年里 清和郡的族人学子 通过科举源源不断进入长安 每科取士 竟有将近一半来自清和郡 长安城朝堂之上的官员 各部寺院里的要害位置 也尽数被清和郡七大姓所把持 又因为太祖皇帝遗诏中 确定的那道国策 大唐皇室对清和郡里带有加 时常联姻 甚至曾经出现过 连续三代皇后 都来自清和郡大姓的情况 时有贤者曾经忧心忡忡 言道若长此以往 真不知大唐究竟是 李姓之大唐 还是清和之大唐 浮云碧日 足可谓矣 事实证明 在马背上挥舞着坡刀 征服天下的大唐帝国 果然不可能因为文质之势 便被征服 开国初年的连续数任皇帝 都秉承着祖先的形式风格 坐在龙椅之中拱手而至 袖子里的手 却牢牢握着强大的兵权 近九百年前的大唐从化四年 当时的皇帝 年仅十四岁 在母后与朝臣的压力下 沉默了整整四年 也学习了四年 就在距离清正 还有两年时间的时候 这位少年天子 在他那位来自清和宋姓的母后 试图违背先帝遗诏 让国舅监守府的宋大学士 兼领军权之时 毫不犹豫 把那只还很瘦弱的手 从袖子里伸了出来 那只手里握着兵权 兵权便是一把兵冷无情的刀 其夜有清旗出皇城 直扑北城宋大学士府 府内血流成河 惨不忍睹 第二日朝会 无数朝官弃血扣缺 纷纷指责天子残暴不仁 少年天子坐在龙椅之中 平静或者说冷漠地 听着宫门处传来的消息 然后有些疲惫地挥了挥手 挥手的意思不是表示退让 因为少年天子没有下罪己诏 而是直接动用了庭杖 当日在皇宫之外 有148名朝廷官员 被杖击而死 鲜血染红了他们的官服 也染红了青色的地面 金丝比宫墙的颜色 还要更深几分 当夜 少年天子在侍卫 和宇林军的护卫下 来到了长安城南郊的书院 不知那个夜晚 他与书院里的谁说了些什么话 总之第二天 随着一道旨意 那位自以为 比清和郡出产的历代皇后 都更有志向的太后娘娘 便被幽禁进了冷宫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大唐各郡州 处自清和郡的官员 或上书请罪效忠 或被按侍卫捕拿回京下狱 一时间 无数人头落地 整个帝国的上空 都漂浮着一道低沉的雨云 人心慌乱不堪 朝堂动荡 正是混乱 自然对大唐国力 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然而那位少年天子 就像李家的历代祖先一般 在这等时刻 展现出 不惜与世间同 毁灭的强大意志 毫不犹豫地继续清洗 清和郡积攒了数十年的精华 被尽数毁灭 七大姓实力严重受损 更关键的是 那些骄傲自信的门阀 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无论他们的姓氏 在如何光彩夺目 家族在如何历史悠久 只要胆敢于过那条线 在李氏皇族眼中 依然只是屠刀下的小白兔 第262章 鱼翁与邀约 族人的鲜血和头颅 让本来有些飘飘然的 清和郡朱姓清醒过来 尤其是这场大乱中 无论他们怎样发动舆论 依然无法得到民众的同情 只惹来了民众的厌气与唾气 更是让他们震惊异常 在过后的一段岁月里 他们发现了更多的震惊之处 被选中送入长安成为皇后的 必然是清和郡朱姓 最优秀最聪慧的女子 在族中家中受了多年教育 然而 除了从化年间 那位被幽静置至的宋太后 历代皇后娘娘 在长安皇宫里 都以贤真书境闻名 对待朝事极为沉默 更含有替清和郡朱姓说话的举动 这时候 朱姓才明白 原来这些聪慧的皇后们 早就已经看懂了天下的大事 没有哪个国家 能够逃脱历史的规律 战无不胜的大唐帝国 也是如此 随着长治久安 随着战事不可能无休止持续下去 这个老大帝国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僵化腐朽 但不知道为什么 和清和郡朱公翻滥了的史书上 记载的那些曾经辉煌的帝国相比 这个历史规律 在唐国的作用明显要弱很多 帝国的僵化腐坏速度非常之缓慢 每当眼看着将有大变发生时 似乎冥冥中便有某种力量 把大唐这辆将要倾覆的马车修复 然后强行拖回正确的道路 随着大唐国立日盛 皇室威严也愈发不可侵翰 在经过若有若无的多年打压 清和郡明星早归 最关键的是 书院悄然取代了科举的部分作用 清和郡朱姓 在不负千年之前的无上荣光 实力权柄教诸当初也弱了不少 但清和郡朱姓 毕竟是千世之家 抵蕴深厚无比 随着真心臣服 改变了对长安城的态度 在皇室墨运下 朱姓逐渐回到了天下这片舞台上 如今的清和郡朱大姓 依然在朝中有不可小觑的力量 再也更是供奉着好些位大学问家 虽说依然距离军权无比遥远 但谁也不知道 在这些千世之家幽静的足词深处 会不会藏着一位知命境的大修行者 所以 哪怕到了今天 能够与取得清和女 依然是很多男子最美好的理想 当今文渊阁大学市增进的原配夫人 便是清和催世之女 不过曾经在世间拥有过无限风光 曾经在朝堂之上占有大半座椅 曾经出过好几位西陵神座的清和郡朱姓 哪里会甘心现在的局面 门阀是一种冰冷的存在 本能力便要攫取更多的利益 所以他们虽然不敢造反 低调的似乎快要被世人遗忘 但骨子里依然无比渴望能够在大堂里 拥有更高的地位 更多的权势 数百年来 清和郡又出了九位皇后娘娘 这便是他们努力的结果 而在十几年前 他们曾经尝试 让清和郡再多一位皇后娘娘 那时候 当今的皇帝陛下初登地位 皇后娘娘不幸病故 清和郡诸公双眼泛红 像盯着腐肉的秃鹫般 动用了再朝再野的全部力量 把七姓中最出色最聪慧的一名少女送入宫中 然后经过一番谋划 耗费了大量金钱 终于让陛下与这位少女偶遇 然后便有一场心动故事声 然而清和郡诸公担惊结律 才营造出那个看似美好的局面 却不知道 在他们之前 有位叫连生的大人物 早就已经启动了一个类似的计划 连生胜了 那位魔宗圣女 成为了当今的皇后 连生也败了 因为皇后娘娘陷入秦网 早把魔宗的使命抛到了脑后 清和郡诸公更是败得一塌糊涂 不止希望落空 而且 他们非常严重地得罪了皇后娘娘 也等于是 得罪了亲王殿下 和夏侯大将军 真正获胜的 只有皇帝陛下一个人 虽然清和郡诸公输的一塌糊涂 但他们敢于设计此事 也说明了这些家族的雄厚实力与自信 要知道 如今在阳关城说一不二的忠家 只不过是清和郡妻大姓里 最弱的一只而已 十余年间 因为当年之事 得罪了皇后娘娘等长安城大人物 清和郡诸姓 愈发低调沉默 尤其氏族内的那些老人 更是等闲不敢入京 这种局面 直至青天间 做出那个著名的夜幕遮心批育后 才得到了一些改变 世人皆知 大唐皇帝与皇后感情深厚 而且皇后娘娘看上去 依旧荣光焕发 想来身体极好 不会早逝 东宫自然不会再有一主的机会给清和郡 然而幸运的是 皇帝陛下 还有个极受宠爱的公主殿下 如今的清和郡诸姓 不可能得到皇后娘娘的亲善 那么自然毫不犹豫地 开始支持那位公主殿下 更准确地说 是支持公主辅佐的皇子李徽元 长安南城某清静府邸 后宅书房里 坐着为神情淡定的老人 这位老人姓宋 乃是宋氏族中供奉 便是在朝廷里 也有官面上的身份 二十年前 这位宋供奉 便是天书处的克卿 只不过他很清楚 这个克卿身份 更多的是 朝廷对清和郡宋氏的赏赐 所以他从来没有理会过 天书处的事物 甚至没有进过长安城 但今天 他终于还是来了 夏侯大将军即将归老 皇后娘娘的势力 看似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但在清和郡诸公的眼中 此举却是成功地 将过去数十年间 积累的那些矛盾 尽数化解 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夏侯 就这样微笑着离开长安城 御史宋科 恭恭敬敬站在老人身前 神情苦涩说道 三祖宗 朝廷早有定夺 谁都知道陛下的心意 这时候早如何劝说 也没有多少同僚 愿意与我一道上书 虽说封闻言是无罪 但是设大将军 不得不慎啊 宋供奉咒了皱眉 想着家族当年在朝中的风光 声音微雅说道 想当年总县变士族中之人 联络十几位御史上奏 只是等闲小事 哪里像如今这般困难 你也莫要太过为难 不行便罢了 宋御史不敢多言 神情却明显轻松了不少 如今看来 还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那位十三先生身上了 老供奉面无表情说道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会发生 书院必然要与夏侯大将军决裂 到那时 皇后娘娘的儿子 还凭什么登上龙椅 宋御史不是修道中人 虽然知道 朝中有诸多大臣来自书院 却依然无法理解老祖宗的说法 心想 书院凭什么能够定夺皇位继承一事 老供奉叹息说道 那位十三先生不畏唐绿 在宇阶上杀死黄兴和御水主 那是因为他够强大 有信心不被人抓到任何把柄 然而在夏侯面前 强弱一事 如果我是他 再快 依然不可能是夏侯的对手 夏侯只用一根手指 便也能捏死他 宋御史听的云里雾里 下意识里说道 我们要不要暗中帮助那位十三先生 老供奉看了他一眼 花白的眉毛微微促起 教训道 夏侯归老本 就是书院的手段 宁缺如果要强行破规矩 书院不会助他 却也不见得会拦他 最大可能便是在旁进关 但那是因为 宁缺是父子的学生 是书院自己人 可如果我们插手到这件事情里 难道你以为 书院真不敢对清和俊下手 宋御史有些甘大的笑了笑 心里却在想着 如果族中不敢插手到这件事情里 那你老人家来长安城 岂不是毫无道理 老供奉猜到 这个远房侄子心中在想什么 但没有做任何解释 缓缓闭上了眼睛 他不需要在此刻扮演高深莫测 实在是因为他此时 还在冥思苦想 替那位书院十三先生思考 怎样才能战胜夏侯 如果宁缺想不明白 那么这场战斗便永远无法发生 如果老供奉想不明白 清和俊诸姓以及公主殿下 便无法从这件事情里谋到好处 清和俊诸宫的困惑 也是此时长安城里很多人的困惑 随着宁缺绅士的传言 在极有限的范围里传开 皇宫里王宫府里的大人物们 都在皱眉思考 在没有书院支持的局面下 宁缺究竟会怎样做 那些隐隐猜刀内情的大人物们 如亲王殿下一般 都没有被宁缺看似 轻挑无赖的伪装所骗过 他们都知道 宁缺是一个自我控制能力极强 非常理智 甚至因为理智 而显得冷漠无情的家伙 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刻 按道理 宁缺不应该有任何动作 大人物们替宁缺 冥思苦想很长时间 都找不到任何希望 于是他们的心情渐躯轻松 觉得这个秋天的长安城 应该太平 书院和军方之间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消息 从镇军大将军府 传到了皇宫里 也传到了皇宫大臣们的府邸上 让这些大人物们 疑惑难安起来 夏侯大将军 今夜在府上宴请书院 十三先生宁缺 燕鸣湖畔的宅院里 叶红瑜看着 槐树阴影中的宁缺 看着他脸上的神情 忽然开口问道 我现在才知道 你为什么需要实力 宁缺说道 不愧曾经是 神殿才爵司的大司座 逃离桃山幽居长安城 居然还能收到 这么隐秘的情报 叶红瑜说道 杀父之仇 固然是非报不可 但现在明显是 最不合适的时候 你现在连我都打不过 凭什么去杀下猴 宁缺说道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要杀下猴 感觉 叶红瑜平静说道 这片秋湖 湖畔的宅子 桑桑做的饭菜 你的呼吸 还有满园的味道 都告诉我 你在准备杀人 宁缺摇了摇头 说道 杀人违反唐律 老师和大师兄 不允许我这么干 叶红瑜说道 那你为什么 还要去赴宴 宁缺笑着说道 能白吃瓶什么不去 我现在打不过他 也杀不死他 那就只好把将军府里的 山珍海味 尽数吃光 也算是报仇吧 叶红瑜自然 不相信他的话 说道 如果你和夏侯之间 真有纷争 神殿会从中获益不守 所以 我不会阻止你 宁缺说道 我让桑桑准备了夜宵 所以我会活着回来 第263章 黄叶与白旗 大将军府没有为今天的晚宴 准备什么山珍海味 设于庭院秋树间的 长行方桌色泽黑尘 上面摆着些很寻常的菜肴 却自有一股肃然气息 在桌盘服饰的 蒲依碧女人数也并不多 不猜这种事情 竟是由两位夏侯公子 亲自动手 这等证实 与传闻中 夏侯大将军奢阔的排场 完全不一样 此时大概整座长安城 都在关注着这场晚宴 然而席间的气氛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 那般剑拔弩张 对坐在长桌两头的 夏侯与宁缺 只是沉默地吃着饭 偶尔说几句荒原的风光 山门里的遭逢 简单的晚宴 很简单 便进行到了尾声 婢女们鱼贯而入 悄无声息地 把长桌上的残羹剩菜收走 又端上了两盘 青天色的茶壶 两位夏侯公子 替宁缺分了第一道茶 然后很有礼貌地告辞 走出园外 让所有婢女和管事 远远离去 自己脸气 竟生守在圆门处 茶壶与茶杯 青天一色 颇有书框之感 却又温润毫不夺目 茶是乌葱 也是极温和的茶 便是茶温此时 也恰到好处 宁缺专注地看着茶壶 伸手缓缓抚摸着茶杯 然后她抬起头来 望向长桌那头的夏侯 就像前一刻 看茶壶那般专注认真 就如同两年前 在书院店前 第一次看到 亲王李佩妍时 似要把夏侯的脸 落进自己的眼底 夏侯看着杯中 大片乌葱在 略嫌沉宁的温景水中 时起时伏 知道宁缺正盯着自己看 唇角缓缓是出一道 微仇的笑意 说道 想看清楚 自己的仇人 究竟长什么模样 在土阳城里 你可没有这般放肆 宁缺没有否认她的话 但也没有承认 手指轻轻 转着天青色的小茶中 说道 土阳城里 我敬的是大师兄 并不是你 听到这句话 夏侯缓缓抬起头来 随着她的动作 茶杯里起伏不定的那片 乌葱似骤遭重击 老实地沉到了杯底 宁缺低下头去 夏侯面无表情看着她 庭院间秋风乍起 树梢花花作响 无数片浓浅 不晕的黄叶 被吹落之头 落在二人身前的长桌上和地面 肃杀之意大作 如果换成别的人 面对着夏侯大将军 强势的威压 和秋风黄叶 带来的肃杀意 想着二人之间 那深刻化不开的院仇 就算不生畏惧 大概也会感到有些紧张 但宁缺没有 她的脸上 甚至没有一丝表情 夏侯看着她的眼睛 毫无任何仙照 忽然问道 你是林光远的儿子 宁缺看着杯中色 则渐深的茶水 摇了摇头 带着肃杀气息的秋风 在庭院间持续缭绕着 浮落更多树叶 然后将桌上的黄叶扶到地上 把地上的黄叶扶向四周 夏侯说道 我这辈子杀过很多人 我不在乎 宁缺这时候 终于抬起头来 看着她说道 将军威武 地面上的黄色落叶 被秋风扶向四周 直至来到墙角才停歇 看上去就像是 湖水一波一波拍打着低暗 泛起很多层浪 夏侯说道 仇恨这种事情 有时候不能解 也必须解 落叶在庭院墙角越堆越高 最上面的落叶速速落下 又被依旧占据着地面的秋风 再次扶上去 肃杀的秋风 没有给落叶任何逃走的机会 就如同此时的谈话 夏侯说了三句话 彼此之间看上去 然而却是极为强势的步步进逼 没有给宁缺任何退避的机会 宁缺看着在墙角 挣扎未缩的枯黄落叶 问道 请赐教 夏侯看着她面无表情说道 你动不了我 宁缺转头望向她说道 但你也不敢动我 动不了和不敢动 听上去似乎二者间没有任何区别 其实区别很大 前者说的是 宁缺没有能力 后者说的是 夏侯没有勇气 夏侯说道 正因为如此 所以哪怕是解不开的仇恨 也必须解开 或者你再等二十年 等到我真正变得老弱无力的时候 那时候 将军肯定快死了 而且还想了二十年轻浮 宁缺看着她微笑说道 当然 我只是就事论事 将军 你不要误会什么 实际上 我以为将军 既然马上不要归老 便不应该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听到归老二字 夏侯微微眯眼 有黑如铁的脸庞 上浮现出淡漠的情绪 说道 无论朝廷还是西陵 都以为我能够平安归老 应该觉得很满意才对 其实我并不满意 我挥下数万铁骑 足以横扫诸国 我曾替大唐和西陵 立下无数功勋 结果就因为当年的那些小事情 朝廷和陛下 就一直冷眼看我 若非如此 我又怎会去荒原 想抢那卷天书 又怎会有现在的局面 宁缺问道 将军是在对我解释 夏侯毫不掩饰 对他的轻蔑情绪 嘲讽说道 如果不是运气后 败在夫子门下 你有什么资格 坐在本大将军的面前 即便如此 你又有什么资格 让本大将军 对你做解释 我只是 要你知道 我现在的心情并不好 宁缺说道 先前那段话中 将军把当年长安城里的 血雨腥风 和燕镜的图村惨案 说成是小事情 这让我的心情也不是太好 谈话至此时 终于有人点名了 当年的旧事 你的心情 我不用在乎 夏侯看着他冷漠说道 因为先前便说过 你动不了我 而我心情不好 你便必须在乎 因为若你真让我发起标来 我可以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 碾死你 所以我 奉劝你在我离开长安之前的 这段日子里 最好让本将军心情好些 宁缺摇头说道 我想象不出来 你怎么碾死我 比如此时刻刻 此方秋原之中 夏侯面无表情说道 书院十三先生 妄图行刺帝国大将军 却狼狈失败 被本大将军 一掌拍成肉泥 宁缺喝了口微色的茶水 微色笑道 碾死我 大将军 以及这座将军府 还有被你送回老家的族人清眷 也会被老十年死吧 在大唐境内 能够真正让夏侯静若寒蝉 不敢有任何妄动的人 从来都不是皇帝陛下 而只能是书院后山的那位夫子 夏侯看着他默然说道 如先前所说 我不敢动你 你动不得我 所以 主客之事在我手中 我离开长安前的这段日子里 你如果真想做些什么 做的事情 让我无法忍受 那么我会试着动动你 宁缺认真问道 这是危险 夏侯说道 我是在教育你 任何背景靠山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在真正的生死面前 只有自己的力量 才值得信任 宁缺看着他笑了起来 说道 当年我小师叔一剑挑了魔宗 将军发现自己的背景 靠山禁术变成泡影 所以才会判出师门投靠西陵 但我的情况可不同 夫子不是连生 书院也不是魔宗 将军可以放心 这句话 直接把夏侯心底 最深处的那些黑幕禁术揭开 可以是说 是最赤裸裸的打脸 于是夏侯大将军的脸 变得心红一片 不是每次脸红 都是喝醉 今夜喝的是茶 夏侯大将军的脸红 是愤怒 宁缺敢如此嘲讽 自然是料定 对方纵使 贵为镇军大将军 在如何暴力试杀 依然不敢对 出身书院的自己如何 果然 夏侯静静看着他 就像看着桌上的 一片枯黄落叶 脸上的星红之色 渐渐隐去 情绪也渐去平静 说道 宋客 宁缺轻轻陡去 落在黑色怨妇上的 一片落叶 也不予坐在 长桌对面的夏侯行李告辞 长生而起 就这样离开了这片秋园 园间秋风渐静 被扶到墙角的那堆黄叶 渐渐散开 二位夏侯公子走回园内 看着沉默不语的父亲 欲言又止 没有事 夏侯面无表情说道 一个当着杀父仇人 连自己身世都不敢承认的人 或许很聪明冷静理智 但这些品质 没有任何意义 对朱尔利却不敢动手提家族复仇 真是莫大的羞辱 他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才会觉得羞辱不堪 才会用言语羞辱我 想以此来寻求心理上的安慰 只会动嘴 不会动手 一个缺乏成为强者最根本的勇气的家伙 哪里配做我的敌人 夏侯大将军宴请命缺 绝对是这一天 长安城里最重要的事情 当宁缺走进将军府后 不知道有多少人大人物 开始焦虑紧张 将军府外 藏着不知道多少眼线 把这场晚宴的情况 或是别的地方 没有人知道将军府晚宴的具体情况 但既然宁缺活着走了出来 那么 这场晚宴必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那说明 夏侯大将军没有出手 至于宁缺杀了夏侯 再生无血子长生而出 在所有人眼里 这种可能性都不存在 御书房里 皇帝陛下若有所思 不远处的一座殿内 皇后娘娘和曾经大学士互视一眼 神情略合 一直坐镇军部的许氏大将军 听到情报后 点了点头 那位住在御师府的清和郡老供奉 却不免有些遗憾 万雁塔顶层 大唐国师李青山 站在石窗边 看着将军府的方向 欣慰说道 我一直担心宁缺的性情 如今看来 跟随夫子学习了这么长时间 果然比当初要是大体的多 也不枉颜色师兄 将一波与阵眼都交给了他 黄阳大师看着他微微一笑 没有说什么 李青山离开塔盘 走回桌旁 把那些佛经推到一旁 从怀里掏出几颗黑白旗子 随意扔了上去 他的伤一直没有好 只是心情愉悦之时 想要做些什么 这次补算完全随意而行 并不想上亏天机 只想看看 能不能幸运地得到什么感应 一颗洁白的旗子 忽然间滴溜溜转了起来 而且越转越快 直到最后转出了桌面 落到了坚硬的地板上 只听得啪的一声脆响 那立白旗裂成两半 裂缝光滑无痕 仿佛是被一把利剑展开 李青山正正看着那颗白旗 神情剑躯凝重 黄阳眉头皱促 震惊说道 好可怕的一把剑 难道柳白来了长安 第264章 看长安 别有法 秋风入城楼 长安不知愁 来自各郡的秋梁 陆续运至城中 丰收的好年景 不只让乡间农夫脸上的皱纹 书展开来 脸上多了很多笑容 银杏树叶字枝头落下 铺满长街 不显肃杀 只觉清丽 如其余季节里一般 随着秋梁抵达长安城的 还有很多来自别郡 甚至异国的游客 其中便有一名 穿着淡白素衫的男子 男子素衫上有些微尘埃 背上覆着把长剑 神情宁静显的温和 只有很少人才能看懂 他眉眼最深处 隐藏着的骄傲与冷漠 他行走在行人如知的 长安街道上 明明眼前都是攒动的人头 眼里却只有长安城 历经千年风霜的古迹城楼 而没有人的存在 这里是热闹繁华的世间第一 雄城长安 这名一身淡白素衫的男子 却像是根本感受不到 此间的热闹繁华 更准确地形容 他虽然身体在繁华红尘里 精神却不在这个人世间 只在这座城的味道里 这些年来 他或在红尘中 或在城市外 那都是身体所在 而那颗星 却一直在室外飘零 所以他的眼中没有繁华 甚至没有人 几个顽童举着 涂着冰霜的果串 打闹着从那名男子的身前跑过 其中一个哭喊着的小女孩 险些把脸上的涕水 擦到他的身上 他微微醋眉 看了那个小女孩的背影一眼 缓缓地摇了摇头 先前这一刻 他看着眼中无人的长街 感受着这座千年之城的历史气息 有所感触 正遇到出一记 却被这些顽童打扰 顿时便没了兴致 站在摊前 他看着那名身材矮小的老板 极熟练地将各色果子串成串 然后在糖奖锅里翻滚 忽然间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举步向城北走去 万雁塔顶 李青山摸着看着那林莫名 裂成两半的白色棋子 看着棋子上光滑到了极致的剖面 脸上的神情凝重而复杂 震惊之中 隐藏着一些淡淡的枉然和感慨 你居然也来了长安城 看来局面越来越麻烦了 黄阳促着眉头 看着他问道 真是剑圣柳白 不是柳白 但是一个比柳白更麻烦的人 黄阳威京说道 还有比柳白更令你觉得麻烦的人 李青山说道 是的 然后他望向黄阳神情凝重说道 我必须离开去迎迎那位 在接下来的这些天里 如果那人不离开长安 你就必须一直留在宫中 黄阳听着这话 沉默不语 准备马上入宫 李青山的意思很清楚 那个来到长安城的强者 拥有直接威胁皇宫里陛下的恐怖实力 甚至需要他们两个人联手 才能确保陛下的安危 所以当他去迎那位强者之时 黄阳必须留在宫里 而且一直留在宫里 世间能够在长安城里 被大唐皇帝陛下产生威胁的人 能有几个 就那么几个 浩天南门关在北城 距离皇宫非常近 李青山站在道关门口 看着不远处的朱鸿公墙与角楼 沉默不语 谁也看不出他此时的心情 已经压抑焦虑到了极点 那明穿着浅白素山的男子 伴着秋风落叶 从长街那头缓缓走了过来 衣着寻常 只有简单的道计表明着他的来历 李青山看着他 平静行礼道 见过叶苏先生 那男子正是浩天道门天下行走 叶苏 叶苏神情平静 还礼道 见过李真人 他对李青山的称呼很有意思 没有称对方为国师 也没有称对方为大神官 而是称对方为真人 这是很有道门意味的一个称呼 在历史上 浩天道南门关关主 经常兼任大唐国师 在西陵神殿里的地位与陶山上的三位大神官相仿 极其尊崇 叶苏虽然在神殿里无名无好 但作为天下行走 他在浩天道门里的地位极其特殊 有足够的资格与西陵三位大神官平等相处 李青山当年授封大神官时 曾经去过 也是唯一一次去过之守官 他知道 那座朴素 甚至有些简陋的道观 才是浩天道门真正的精神之所在 所以 面对着 身前这位之守官来人 他难免有些警惕 他身前这名书着简单倒计的附件男子 不是普通人 而是传说中的叶苏 浩天道门年轻一代真正的最强者 实力境界不在神殿三神座之下 更隐约有传闻 说此人的真实境界 早已隐隐站到了柳白那条线上 身为大唐国师 李青山早已坐上了浩天道门 在俗世里的最高巅峰 叶苏的身份与实力 并不能让他感到震惊 真正令他感到震惊焦虑的是 传闻中 叶苏从来不会踏足红尘 为什么会来到长安城 还现身在世人眼前 好在此人进入长安城后 第一时间来到南门关相见 李青山通过这一点 感受到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愿 心情稍微放松了些 听闻唐国对修行者的管理很是严峻 外来修行者入长安城 都要去天书处登记 我不愿意和那些俗人打交道 想麻烦真人帮忙办理一下 叶苏平静说道 听着这句话 李青山微微一正 唐律中确实有规定 外来修行者进入长安城 必须在天书处进行登记 不然会被大唐朝廷视为敌人 然而在如何严苛地规定 终究也是要看对象是谁 只能限定那些能够被限定的人 又如何能够影响到叶苏这样的人物 然而叶苏却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 来到长安城后的第一件事情 竟然就是 请浩天南门的帮忙做登记 这听上去很有趣 却又隐藏着一些别的意思 李青山明白了他的意思 微笑说道 敢不从命 去天书处办理登记这等小事 自然有南门关的道人去处理 李青山请叶苏入关饮茶 想要探听一下对方的来意 叶苏说道 我只是来长安城游历一番 不想惊动太多人 也不想引起什么误会 接来的这些天 我会随意逛逛 说完这句话 他转身离开南门关 向着朱雀大道走去 秋日长街上 叶苏的身影越来越淡 似乎快要融进落叶秋一中 李青山看着那处微微皱眉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那个男子是来自不可知地 那个男子是浩天道门的天下行走 虽然他说 他想惊动太多人 然而这样一个恐怖的人物 在长安城里随意闲逛 只怕注定要惊动太多的人 自今日时 长安城难得安宁 离开南门关 走上朱雀大道 叶苏随着落叶滚动的方向 一路向南行走 不多时便来到了 著名的朱雀石会像处 他看着地面上 那个生动的朱雀会像 感受着其间隐藏着的气息 久久沉默不语 即便境界高妙如他 也不禁有些暗自佩服 千年之前修筑长安城 并且把这座雄城 化作精神大镇的那位前辈 然后他继续行走 就如他对李青山说的那样 行走得没有任何目的 完全凭心意而行 循着叫卖声便穿街过巷 看着风筝随意而走 走得有些渴了 便在巷口井盘接一条水 脚步一直没有停过 在很幽静的一片街道里 他看到了一间朴素的道观 道观门口 有道士正在对民众宣讲西林叫点 十余名街坊搬着小板凳 坐在那里专心听讲 时不时有人举手 询问教典里的不解之处 耶稣站在人群外 静静听着那处的教义宣讲 觉得与自己 在世间别的地方听到的宣教 都不大相同 尤其是那些听讲民众 时不时的发问 甚至是怀疑 让他觉得非常不适应 甚至有些验憎和恼目 一名中年人注意到他站在身后 看着他有些面身 以为是外军来的游客 极热情地站起身来 请他坐下听 耶稣有些不适应 长安人仿佛先天拥有的热情 微微一震后 摇头拒绝 他面无表情看着世界上 那名有些口吃的道士 看着那名道士 在民众们并没有恶意的问题前 孽孽如如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对于耶稣而言 浩天道门便是他的家与国 哪怕南门关独立于西林神殿之外 在他看来 依然是自己的地方 所以他入长安城后 会第一时间建立青山 所以 在世间游历之时 他经常隐藏身份 去葛出道观 在别的国度的道观中 有些道士或者贪婪而愚蠢 但至少道门 享有着无上的尊敬和荣光 他从来没有见过 有信徒 居然敢对宣讲道士提出问题 更想象不出 居然有信徒 胆敢怀疑教典里的记载 既然是浩天信徒 那么对于教典便应该服从 而不应该怀疑 无论怀疑有没有道理 只要开始怀疑 那么便是亵渎 这是耶稣的看法 一道声音在他身旁响起 你有什么看法 说话的人 是一名穿着旧傲的书生 那书生眉眼异常干净 腰间系着跟水瓢 今天手里没有握着那卷旧书 耶稣看着这名书生 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说道 这里是长安城 我的看法 没有你的看法重要 这名书生 自然是书院大师兄 大师兄微笑说道 如果我记得不错 这应该是你第一次来长安城 既然来了 便多待些十日 看得多了 说不定你会有些不一样的看法 耶稣说道 我也希望如此 第265章 街头论道 实际上那名道士 终究还是 逐渐控制了场间的气氛 没有让那些疑难继续下去 他用力地挥舞着手臂 不停喷吐着唾沫星子 不停地讲诵着 教典里的威严大义 脸上的神情 时而肃穆 时而热情 时而慈悲 时而严峻 听讲的十余名 接放神情专注 身体时而前清 时而后仰 听着某地发现的浩天神迹 忍不住眼嘴惊叹 听着某前仙殉教的事迹 心生同情向往 没有人注意到 大师兄和耶稣的存在 因为这两个人 虽然是书院和道门里 最了不起的人物 但表面上没有任何特殊 简单两句对话之后 二人才正式见理 耶稣单掌立于胸前 另一手握拳抵在掌缘 神情宁静微微低手 说道 见过大先生 大师兄脸容尽气 认真回礼说道 见过耶先生 耶稣说道 我本以为首先出现的 应该是二先生 大师兄微笑说道 老师担心君莫过来 你们两个人会把长安城 打成一地废墟 所以把他浸在了后山 听着老师二字 耶稣想到 那位在修行世界里 令无数人高山扬指的书院院长 沉默片刻后 认真说道 不知可有机会拜见夫子 大师兄说道 带我请示老师 耶稣说道 麻烦大先生 大师兄看着此人的眼睛 忽然问道 来看长安 还是夏侯 耶稣说道 夏侯毕竟是神殿长老 而且当年世家师 亲自引领之神殿 对道门有功 虽说在荒原上 曾经生过一些妄念 但过不抵功 道门希望能看到 他有一个好的结局 我想唐国君臣 也不愿意出现 走狗喷这种画面 大师兄神情温和说道 书院没有功过 向抵这种说法 功便是功 过便是过 该承担便必须去承担 不过既然夏侯将军 愿意平静归去 我想没有人会阻止他 更何况 将军乃是五道巅峰强者 谁能阻他 耶稣说道 夏侯老了 而且在唐的手里受了重伤 我清楚这一点 想来夫子和大先生 应该更清楚 如果他 还是当年的夏侯 家师又何必传训 让我来长安城里 看这一遭 还是说 大先生不欢迎 大师兄说道 大唐是一个开明的国度 长安城欢迎 任何人的到来 耶稣于光里 看着先前那名 让瞪给自己的百姓 说道 唐国确实和别的国度 有所不同 主要是气氛不同 大师兄微笑说道 希望你能在长安城里 住得愉快 耶稣说道 不怎么愉快 如果是一名普通的游客 在长安城里 遇着黑心的店老板 或是在万宴塔寺 吃了顿极贵的宿斋 或许会非常不愉快 但也不会对这个世界 产生任何影响 耶稣刚刚来到长安城 他的不愉快 似乎毫无道理 然而 他是好天道门的天下行走 他的不愉快 或许会对这座长安城 也带来一些不愉快 听到他说不愉快 便是大师兄的神情 也见凝重 认真请教道 何处不愉快 耶稣望向道观 世界上那名道士 说道 此处不愉快 大师兄转身望去 沉默听了一会儿 那名道士的宣讲 尤其是听到那些 街坊的发问后 大概了解了 耶稣的不愉快 来自何处 千年以来 知首官对浩天道门 在大唐的传教 一直极有意见 只不过这些事情 由浩天南门负责 尤其是大唐有书院 有铁骑 于是 西陵神殿始终没有办法 做出更深层次的影响 然而当耶稣 这样一位骄傲的浩天之子 在长安城偏僻街巷中 忽然听到 与世间别处 截然不同的讨论时 自然不悦 大师兄说道 信号天 不代表信号天道 更不代表 就不能对西陵神殿的叫点 提出自己的疑问 耶稣静静看着 身前这名书生 在忽兰海畔 他曾经见过对方 却不像今日这般有机会 在长安城头 长时间平静的交谈 所以他看得很仔细认真 想要看懂 为什么当初此人 能够做再现的那头 而且他认为自己 已经看懂了某些部分 那你们这些书院的人呢 耶稣看着大师兄的眼睛 平静说道 我能看懂你们 我知道 你们连浩天都不信 那么你们是不是觉得 连浩天都可以质疑 大师兄微微一笑 没有否认 也没有辩解 耶稣也笑了起来 笑容显得那般淡漠而寒冷 说道 书院里果然生活着一群 可怕的无信之人 你们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大师兄诚恳请教道 为何如此说 耶稣看着他的眼睛 声音低沉而寒冷说道 没有信仰就无所敬畏 不懂得敬畏的人 自然不在意洪水滔滔 当年柯先生如此 难道书院的下一代 还将如此 那会落在谁的身上 你还是二先生 亦或是宁缺那个家伙 大师兄看着他平静说道 书院只教我们道理 不教我们信仰 事实上 我的师弟和师妹当中 有几位也是虔诚的浩天信徒 只不过 我们更相信一种说法 能够没有信仰 其实也是一种信仰 没有信仰 其实也是一种信仰 耶稣微微醋眉 在心中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若有所思 大师兄说道 如果将来某一天 你能够同意 或者哪怕仅仅是尊重 我们的这种信仰 那么 你其实也就拥有了相同的信仰 耶稣抬头望天 青秋皆盼黄叶树 枝丫切割着头顶的天空 却无法阻止青蔓的阳光 从天穷之上洒下 然后照耀着所有的一切 昊天神灰普照世间 他落在花上 花便绽放 落在树上 树便生涯 落在田间 便有河岁 花能于木 树带阴凉 和碎令人活 然后他们凋零落入尘埃 化为养分滋润大地 大地再生出万事万物 耶稣看着树鸭间 露下的秋日阳光 眉眼间 渐渐散发出淡淡的光泽 凭借尔坚定地说道 世间的一切 源自好天 昊天赐予了人类一切 包括生命 而文明尊严自由 都附着在生命之上 所以 对昊天的信仰 不是信仰 而是这个世界 应该运行的方式 大师兄学着他的模样 抬头向天空望去 目光落在 青旷高远的秋日天空上 没有像他一般 得出这些感慨 只是觉得 今天的阳光有些烈 而且 长安城最近的空气 不怎么好 不知道是哪家铁卢方 又在违规开工 耶稣收回望天的目光 注意到身旁书生 明显有些走神 不由有些不悦 大师兄感觉到他的目光 有些尴尬地揉了揉眼睛 然后很认真地说道 书院从不想否认 浩天赐予世间一切 但这不代表 世间的一切都属于浩天 耶稣说道 强词夺理 大师兄说道 就如同父母赐予我们 肉身与生命 但这并不代表 我们的一切都属于父母 因为我们从老师处学的 智学之道 从同伴处学的相处之道 从田野里学的自然之道 这些后天的获得 便是我们自己的 耶稣问道 那夫子呢 对书院后山的弟子们而言 夫子便是他们的信仰 耶稣这个问题 看上去极为简单 实际上却是落在了 最艰险的位置 很不好答 大师兄私笑片刻后说道 夫子曾经说过 人类应该尊重他的老师 但更应该尊重道理 如果夫子错了 我们这些做学生的 当然应该直言不讳地 指出他的错误 这才是真正的弟子之道 也是我所以为的信仰之道 耶稣看着他嘲讽问道 敢请教 大先生在夫子做前学习多年 可曾见过夫子犯过错 曾有几次指出过他的错误 大师兄不经语色 想到这些年里 书院后山诸弟子间 只有军演有过几次直言犯师 这半年里 小师弟似乎曾经这般勇敢过 唯独自己 好像还真没有指出过 老师有什么错误 他并不因此而感到惭愧 因为在他看来 老师确实是一个 没有任何缺点的玩人 只是他很清楚 耶稣绝对会认为 自己这种说法很荒唐 看着他尴尬的神情 耶稣冷笑两声 说不出的快意 心想 即便当年你在线的那头 我在线的这头 但你终究也有不如我的时候 大师兄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眼睛骤然明亮 机长高兴说道 四年前 老师有次做红烧肉食 酱油多放了一勺 我当场便指出来的 耶稣证了证 韩生志问道 这也能算 大师兄认真说道 当然能算 耶稣的眉头微微抽动 情绪抵达了爆发的临界点 自多年前起 他便一直把 审判这位书生 视作追赶的目标 认为是很值得敬重的对手 但他没有想到 真正认识对方之后 才发现 对方根本没有任何高人风范 和那些屡年不中的穷酸秀 才没有任何区别 大师兄注意到 耶稣也谋理 越来越明亮的那道建议 不由有些无奈 心想 自己确实不擅长 打架这种事情 道理不变不明 大师兄说道 既然你我想法相依 不若听听这些 普通民众的看法 耶稣看着那些 坐在椅上前仰后腹 神态散漫的长安城百姓 粗梅说道 苍蝇何时需要 在意楼椅的看法 大师兄摇了摇头 说道 事实上 我们飞得并没有那么高 耶稣沉思片刻 举步向人群里走去 大师兄微微一笑 也跟了上去 第266章 小道官 真自在 大师兄和耶稣走到石阶上 与那位道人低声说了两句 道人有些惊讶 有些不乐意 尤其是当他道秀里的右手 空握成拳 等着半赏也没有发现 这两个人递过来迎前使 便更不满意 然而看着耶稣头顶的道计 道人发现自己不知为何 失去了所有祖旨的勇气 只好沉默 那十几位街坊 今日来小道官听教典宣讲 正沉浸在那道人讲述的历史故事之中 偶有质疑 但还是听得津津有味 此时忽然发现 宣讲被打断 不知道从哪里来了 两个人站在道人的身前 不由有些吃惊 耶稣脸上没有任何情绪 对他而言 如果不是要与书院大先生 就理念之争做个了结 他根本没有任何兴趣 对这些着实里的凡夫俗子说话 接下来 有本人讲解一下 道门三药里的经意 然后他看了大师兄一眼 说道 欢迎大先生随时提出疑问 大师兄平静点头之意 耶稣开始讲述他所理解的浩天道 大师兄偶尔发声 提出自己的疑议 一位是浩天道门的天下行走 指守官传人 自幼言读道门教典 其后更游历诸国 侦破生死之官 对道义了解之深 乃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人物 一位是书院大先生 夫子首图 六亿经传通习之 博览群书 自幼跟随夫子周游世间 境界高妙莫测 虽言行皆乐 却是最有智慧之人 此时在人群之前相互变难 二人自然不像先前私下谈话那般 凭劲直接 各自从古诗典籍 明家注视中 寻佐证 密战友 言解而易不该 继而极绝尖身 每一言出 其间便运着极深的寒意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 书院大先生 与之守官传人耶稣的变难 毫无疑问 是一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传奇盛事 如果此时让修行世界里的人们知晓此事 必然会震惊到无以复加 分塌而至 为了能够参与这等盛事 能够听到这两位 只在云端上的高人发声 哪怕病重将死 也要换门人用担架抬过来 恭敬聆听 然而 这场变难发生的地点 并不是烂科寺 也不是西陵神殿 或是书院 是长安城里一条偏僻的街巷 是在一间不起眼的小道关前 围拢在道关门前的人们 只是一些最寻常普通的百姓 并不知道 站在石阶上的这两个人 乃是世外高人 偶尔踏足红尘 身份便贵弱帝王 这些百姓读过书 但没有读过那些 深藏在书院和支手冠里的典籍 也听不懂这两个人 便难理蕴藏着的身长意味 他们只是些每天做工挣钱 然后想着喝酒聊天玩耍的普通人 在他们看来 先前那位道人 讲的故事 都要比这两个莫名其妙 来吵架的人说的话 有意思得多 这两个人在说些什么 谁知道 反正我是听不懂 为什么受道人要让他们来讲 谁知道 这两个人讲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走吧 受道人不是说宣讲完了之后 可以拿一滩酒回家 这时候走了 还能不能拿 如果不能拿 我何必在这耽搁这么多时间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这讲的什么玩意儿 再不走 我就要睡着了 别和我提那滩酒 我宁肯不喝 也不想继续再听 说的也是 那便走吧 小道关前这场 能够让整个修行界 都为之疯狂的变难 根本没有办法吸引普通人的目光 石阶下的人们议论纷纷 恼火到了极点 然后渐渐散去 石阶上的变难 此时正进入到最为紧要的时刻 大师兄和耶稣骤美苦斯 每出一言均极为谨慎 根本没有注意到 周遭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他们醒过神来时 才发现 这间道关前已经变得无比安静 先前那些民众 都不知去了何处 秋风扶着落叶 秋叶碾着小巷 只剩下冷清 而且尴尬的气氛 陪伴着二人 纳米有些受的道人 看着二人无奈叹息一声 说道 我买了二十几坛酒 才召集了这么些信徒来听宣讲 结果 全部让你们给逼走了 我实在是不明白 你们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来闹场的吗 大师兄有些尴尬 耶稣有些恼怒 沉默很长时间后 说道 如果你是嫌香火钱少了 我留下来 我替你把这些香火钱正足 那道人看着他头顶的道计 也说不出什么拒绝的话 只是在心里欲哭无泪想着 难道你准备 把自家这件小道罐给整垮 大师兄看着耶稣苦笑说道 看来所谓理念之争 原来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总在云端飘着 哪里能够落地 我在长安城里没有居所 便在这道罐站住 耶稣看着他的眼睛 很直接地说道 我来长安城 除了看下猴 还因为那件事情 听下诗说 十五年前 你一直坐在黑线的那头 既然你也是亲历者 那么在你看来 你那个小师弟 究竟是或不是 大师兄微微一笑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转身离开小道关 行出大将军府 宁缺注意到 隐藏在街巷里 却并不怎么刻意 遮掩行踪的那些眼线 知道朝野间 有很多大人物 都在关切着自己 与下猴之间的这个故事 沉默片刻后 他走下石阶 轻轻拍了拍 大黑马的头颅 这段时间 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需要更便利的交通工具 而师傅颜色 留给他的 那辆钢铁马车 因为他境界不够 而无法做到轻弱羽毛 普通的骏马 根本拉不动 于是他把大黑马 从书院后山里 牵了出来 大黑马明显 没有身负重托之后的 得意与感动 因为身后的车厢 实在是太重了 与此相比较 他宁肯在书院里 继续受沐渝的欺负 通体全黑的马车 向雁明湖畔驶去 宁缺坐在车厢里 靠着车后臂闭目养神 眉眼间显得有些疲惫 先前在将军府秋园里 与夏侯对桌而坐 坐而论道 道旧年故事与恩怨情仇 虽未挑明 却也让他的心神 受了一番魔力与考验 车窗外隐隐传来桂花的香味 他心想是何家府中的桂花 居然开到了这个时候 便在这时 他怀里某个事物 忽然温热起来 热度透过黑色的怨服 散播到车厢里的空气当中 把桂花香味蒸得更浓了几分 宁缺睁开眼睛 伸手到怀里 取出用不仅紧裹住的镇眼杵 神情凝重 随着入宫学习与敬悟 如今的他 对长安城这座大镇 有了很深的认识 虽然还远远达不到 师父颜色曾经的境界手段 但心意已经与长安城 渐渐有了联系 能够感知到 这座熊城 想要告诉他的一切 宁缺感觉到 有一位绝世的强者 已经进入了长安城 此时 正是耶稣随着朱俊梁队一道 进入长安城的那一刻 宁缺并不知道 来到长安城的这位强者 是耶稣 他只知道对方很强 强到阵眼处 都开始微微发热 眼中不由生出 极浓重的警惕意味 对车前的黑马说道 转道 去书院 转道至书院 是因为宁缺很清楚 以自己的境界实力 根本应付不了 那位来到长安城的强者 除此之外 其实他也是以此为借口 想要询问师长们一些问题 一些书院一直没有讨论 却始终像跟木柴般 横在他的心里的问题 进入书院后山 听着瀑布声来到草炉前 宁缺没有看到夫子的身影 回答他的问题 所以不想见他 然后他离开草炉 绕过瀑布 来到那片绝壁间 顺着绝壁间 隐藏着的斜斗石镜 缓缓上行 回到自己住过 三个月的崖洞前 羽廊上的紫藤花 早已凋落 接的紫藤果 最终也没有 被桑桑炖进肉里 而是变成了地面上 蚂蚁们的食物 站在崖畔 看着身前的云海 和云海那头的长安城 宁缺沉没了很长时间 分析着老师避而不见 望向远处的长安城 说道 来的人是叶苏 宁缺已经感觉到 进入长安城的 是位绝世强者 所以听到叶苏的名字 并不意外 大师兄看着他 忽然说道 过去种种 譬如昨日死 宁缺知道大师兄这句话 是想劝说自己 他本不想说些什么 但看着远处 那座笼罩在秋日阳光中的 长安城 忽然有了说话的想法 但昨日我没死 他们都死了 绝壁之间 秋风肃杀 扶得云儿乱动 绝壁间那些银线般的瀑布 因为水量渐少的缘故 比春天时 变得更细了些 大师兄看着绝壁间的瀑布 说道 如果一个人被仇恨 蒙蔽了双眼 那么 他便不能看到 更广阔的世界 更美丽的风景 宁缺说道 仇恨蒙蔽不了双眼 只能让人双眼通红 对于我来说 仇恨早已成为了我的双眼 这些年来 我的眼前 根本就没有看到 别的任何事物 复仇便是我的世界 就是我最美丽的风景 大师兄说道 如此不得自在的人生 真值得去过吗 宁缺转头看着他 说道 师兄你错了 人要活得自由 便不应该考虑太多 想做什么便去做 如此才是真自在 第267章 邱义农 站在崖畔 看着刘云 宁缺极少见得 说着这些很严肃的话 最开始的时候 想着谈话的对象 是大师兄 还有些犹豫 接着便越说越顺 别人不想我去做什么 唐律禁止我去做什么 道德大师不允许我去做什么 然而这些 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大师兄摇头说道 可是 世间并没有绝对的大自在 任何事物 哪怕是精神都自有其边际 若你的自在 妨碍到了别人的自在 甚至让整个世界都不再自在 那么 谁都不会让你自在 宁缺说道 但应该尽可能拥有更多 大师兄不解问道 为什么一定要拥有更多 宁缺说道 这些东西和银子 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好东西 既然是好东西 当然是越多越多 我可不相信什么 宁缺乌滥的道理 大师兄说道 然而那需要绝对的能力 想要拥有整个世界 便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 我这一生 未曾见过这样的人 宁缺说道 师兄说的是 所以 这便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 为什么要变强 大师兄声音微色 无奈说道 我说的可不是这个意思 宁缺笑着说道 虽不能治 心必须向往之 大师兄看着他说道 你想拥有绝对的自在 却没有与之相配的能力 所以 你今天才会回到书院 想见老师 宁缺看着牙畔的刘云 说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见到老师会问他什么 不过老师 既然不想见我 我只好 自己去想这些问题 大师兄想着 先前在长安城小道灌前 耶稣说的 无信者无敬畏 还有当年那道黑线的往事 看着宁缺若有所思的脸颊 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 觉得绝壁间穿行的山峰 忽然间变得有些寒冷 不同人有不同的自在 这些自在 一旦互相抵触侵占 便会发生纷争 唐绿或是西灵叫点 便是解决这些纷争的规则 他看着宁缺平静说道 书院信奉唐绿第一 便是为了避免世界陷入混乱的局面 谁都不能违反 便是我也不能 并且身为书院弟子 我会主动维护唐绿的尊严 这一点 我希望你能清楚地明白 宁缺并不意外 会听到大师兄的警告 点了点头 大师兄看着他 忽然好奇问道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宁缺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说道 我也不知道 大师兄疑惑问道 那师弟先前对我说那些 宁缺转头看着他说道 师兄 我说那些话 并不是想争取你的同意 甚至是帮助 我只是要说 你的想法是错误的 大师兄正正看了他很长时间 然后感慨说道 小师弟 你可以直言师兄之过错 果然比我要强 比君墨也要强 绝壁悬崖上 忽然多出一根细长的阴影 二师兄不知何时来到了此间 踩着地面上江湖的紫藤果 走到崖畔二人身旁 看着宁缺神情凛然说道 师弟所言甚是 人生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凯旋 而是战斗 所以当你想战时 便去战吧 宁缺看着他 忽然笑了起来 说道 二师兄你也错了 大师兄和二师兄同时正主 心想 小师弟果然不凡 居然敢于同时指出 两位师兄的错误 要知道这些年来 书院后山里 根本没有人敢这样 宁缺平静说道 人生最重要的意义 不是战斗 二师兄促眉说道 那是什么 宁缺说道 是战斗 然后 胜利 站在崖畔 看着绝壁石镜里 渐远的身影 看着被秋风扶起的 黑色怨服一脚 书院后山最强大的大先生 和二先生各自沉默 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似乎还在思考 先前宁缺那番话和话里 隐藏着的态度 二师兄感慨说道 所有人都以为 小师弟是我书院门中 境界最差的人 然而如今看来 他的境界 其实比我们都要高 这里所说的境界 自然指的不是修行境界 而是指的精神境界 夫子 从崖洞里走了出来 大师兄和二师兄 分立两侧 恭敬行礼 夫子走到崖畔 看着宁缺走下石镜 转入窄霞消失不见 两缕白眉缓缓飘起 微微一笑 似乎对这名最小的弟子 很是满意 大师兄苦恼问道 老师 仇恨真的无法消除吗 夫子说道 爱恨之类浓烈的情绪 是人类与禽兽的区别之所在 世人证明自己 所以为人的关键 连这些都能抛离 那和禽兽又有什么分别 世人常言 倾仇之人美多寡恩 便是这个道理 赤儿 此情无计可消除 此恨绵绵无绝期 哪里是这般简单便能抹去的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 我们为什么要消除 夫子的话 依然没能让大师兄 从这种枉然情绪中摆脱出来 他离开小镇之后 便一直在书院后山生活 周游诸国时 也是侍奉在老师身前 偶尔单独行事 也自有任务 细思竟是没有什么 真正的红尘阅历 大师兄叹息道 然而冤冤相报 何时了 夫子微微醋眉 不悦道 早就说过 让你不要看佛家那些 无能无趣 无畏无耻的经书 如今看来 果真是看糊涂了 大师兄苦笑一声 心里却想着 那些佛经读着 确实有些意思 夫子说道 君墨 给你师兄解释一下 冤冤相报何时了 免得让他又钻进固纸堆里 三四年都爬不出来 二师兄沉生英氏 望向大师兄政策说道 师兄 若不想冤冤相报何时了 那便应该将仇人尽数杀死 斩草除根 如此一来 世间便只剩下几缕无力复仇的冤魂 仇恨的故事便到此为止 这段简单朴素的话 没有让大师兄动容 只是让他苦笑连连 心想这等法则 怎么听也透着古大反派的味道 哪里应该出自书院 二师兄不敢妄自揣测师兄此时的行情 转而望向夫子 平静说道 老师 既然小师弟找不到下侯触犯唐律的证据 那他会怎样做 秋风扶着夫子身上的黑色罩衫 呼啸作响 他望着远方那座长安城 笑着说道 为师一事不知 不过宁缺大概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吧 两年前 大唐御史张一齐在红袖招外离起死亡 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御史夫人的哭闹 被长安府尹上官杨宇镇压下去之后 这案子便结了 直至大唐东边北军大念师林林 悄然潜入长安城调查 在那位御史的尸体里找出那根铁钉 这个命案 才重新进入某些大人物的眼中 其后随着陈子贤 严肃清等人的死亡 尤其是古西死于土阳城 城门狼黄兴 和于水主死于宇街之上 大唐军方和很多势力 都把怀疑的目光指向了宁缺 只不过就像多年前 陛下无法处置夏侯一样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没有人敢指控 这位输越二层楼的学生 夫子的清传弟子 没有证据 不代表就不是事实 关于宁缺绅士的传闻 已经在长安城上层社会里传开 甚至已经传出国境 很多人坚信 他便是当年那名 因为叛国罪名 而惨死的宣威将军林光远的儿子 所以很多人都在猜测 当夏侯即将结假归老的当下 这个隐忍多年 终于杀回长安城 进行血腥复仇的青年 究竟会怎样做 清和郡大姓的老贡奉来了 藏身玉石府里 密着那双幽深的苍老眼眸 凭劲专注地 看着长安城里的风向 猜存着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大唐军方警惕地 注视着燕民湖畔的动静 许氏将军站在小楼之上 神情默然看着长安城 只要有任何异动 他将毫不在意书院 而直接派出强大的铁骑 直接将宁缺擒货或者击杀 因为他站在唐绿之上 皇宫里的人们也在观察着 猜测着 就连只守官传人叶苏 都来到了长安城 这些大人物们 都拥有世间罕见的智慧与谋略 拥有很可怕的情报来源与下属 然而即便是他们 也完全推算不出来宁缺的下一步 宁缺虽然境界突飞猛进 已然站在了动玄境的巅峰 但和五道巅峰境界的 夏侯大将军相比 依然弱得不值一提 所以他没有能力暗杀对方 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 夏侯的罪名以及证据 当那些曾经参与过当年之事的人们 逐一死在宁缺手中之后 他想要替宣威将军府翻案 想要利用唐律 把夏侯拉下马来 更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事情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 无论皇帝陛下还是书院 都愿意看着夏侯平静归老 就算他们不会阻止宁缺 也绝对不会帮助他 江湖之险触不到夏侯的衣角 庙堂之算触不动夏侯冷漠的神情 宁缺没有能力暗杀夏侯 那他能怎么做 经过无数次推算 把包括书院朝廷以及西陵诸方的反应 都计算在内 长安城里的大人物们 最终得出了一个 令他们感到心安的结果 宁缺什么都不能做 至少在这个冬天里 如今还是肃杀的深秋 寒冬位置 夏侯大将军离朝的日期 便在深冬 宁缺在燕鸣湖畔 沉默练功修行 等待着冬天的到来 某日皇爷分落如雨 宁缺坐在剑秃的树下 西上净是枯叶 叶红于放下手中的书卷 看着他说道 就算你把自己已经入魔的事情 隐藏到最后 变成压箱底的绝招 最终也只能吓吓猴一跳 并不能杀死他 宁缺看着他说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鬼话 第268章传道 鬼话不是人话 那么自然听不懂 叶红于说的话 虽然带着一些南方口音 但是标准的中原语言 宁缺说他说的是鬼话 不是听不懂 而是在这种时刻 必须装作听不懂 他此时的神情很平静 甚至还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疑惑 然而实际上 在听到入魔二字后 他的身体已经僵硬地像块木头 心脏仿佛要停下来 叶红于把桌上那卷书关上 不让秋风来扰书中夹着的那把纸箭 静静看着坐在树下的他 说道 你若去演戏 也能挣钱 宁缺觉得他很无聊 挥挥手不准背离他 叶红于拿起书卷 骑身走到树前 看着他说道 在湖畔宅院里 你我交手这么多次 难道你以为分不清楚 五道强者宁于体表的天地气息 和魔宗余孽们体内真气的区别 以为我真会相信 春天时 你在书院牙洞里闭关 真的是在琢磨什么父母双修 还是说 你以为我是个白痴 道吃自然不是白痴 事情到了现在这一步 再装不懂 没有任何意义 宁缺想着 夫子曾经对自己说过 小师叔入魔以后 未曾让敌人的兵器 沾惹自己一昧 不由自嘲想到 自己的境界果然还差太多 他抬起头来 看着叶红于说道 就算你猜到了一些什么 你也应该清楚 我什么都不会承认 那么这种言语试探 便没有任何意义 叶红于说道 我只是想不明白 荒原之行后半段 你一直在我视线当中 你究竟什么时候 捡到了魔宗的修行功法 他居高临下看着他 面无表情继续说道 我想知道的是 你体内的魔宗真气 究竟来自何处 连生大师 还是柯先生 宁缺摇头说道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叶红于眉间微醋 说道 到了此时 何必再装 宁缺说道 有些事情 需要装 那便一定要装到最后 你现在虽然被逐出西灵神殿 但你自己也说过 要把自己的生命 奉献给耗天 那么 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愚蠢到 当着你的面承认什么 然后被你记挂 叶红于看着他 微微嘲讽说道 你在害怕 宁缺说道 西灵神殿 对魔宗余孽的态度 尤其是才爵司的恐怖手段 我虽然亲眼见过的不多 但也知道不少 叶红于微潮一笑说道 原来你这个书院弟子 居然也如此胆怯 再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只要夫子不死 谁又能拿你如何 我当然明白 这个世界上 永远是力量在说话 小师叔当年行走世间 西灵神殿连个屁都不敢放 便是这个道理 宁缺说道 我比小师叔差太多 但只要浩天道门 无法压制书院 夫子依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你们知道了些什么 也只能装作不知道 就像我这时候 一直在做的事情 因为谁都无法承担 真相被揭穿的后果 然后他微笑继续说道 不过 你不要指望世界的现状 能够诱惑我承认什么 既然夫子不死 西灵神殿便拿我没办法 我就更没必要 惹来一身心山 叶红于说道 但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将来夫子死后 我会在第一时间里 向世人证明 你已入魔 然后杀死你 从荒原初始开始 你一直在说要杀我 结果一直没有杀死我 反而你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所以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 直接来做便是 宁缺看着他说道 另外有一件事情 我的看法与你完全不同 我不认为 老是会在我先死 所以你 永远无法证明 听着这番话 叶红于若有所思 沉默了很长时间 宁缺站起身来 胆掉身上的落叶 向别居梅园外走去 走到梅园石门处 他忽然停下脚步 说道 你搁来长安城了 叶红于无语 看着他的背影 不可置信说道 这些年里 他一直不入唐静 怎么会忽然来了长安城 你问我 我问谁去 宁缺说道 叶红于忽然戏眉微跳 看着他引动说道 你为何现在才告诉我 宁缺转过身来 看着他说道 我现在是长安城的主人 叶苏先生是客人 你也是客人 我没有必要告诉一名客人 这做成来了位新客人 哪怕你们是兄妹关系 告诉你是情分 不告诉你是本分 我这时候 之所以愿意告诉你 只是想让你高兴高兴 算是一种贿赂罢了 叶红于微潮说道 贿赂我不要把你入魔的事实 告诉西灵 宁缺政色说道 何必把人心想得这般丑陋 就算你猜到什么 告诉西灵 没有证据 能奈我何 叶红于看着他肃然神情 不由微正 说道 那你为何贿赂我 宁缺问道 服侍以五道修行者为禁士 即便是在挑战中 也不算违规 叶红于点头说道 这是修行界的规矩 宁缺看着他 非常认真说道 那么 你愿不愿意屈尊做我的禁士 陪我一起 去杀下猴 你知道的 那位大将军真不好 没有等他那个沙子出口 叶红于翻开书中的书卷 指头触到 那把小小的指剑 只是商量一下 这么生气做什么 宁缺故作镇静说了一句 然后匆匆奔出梅园 如惶惶之犬 长安城是一座 很有气质的雄城 南方的金风细雨 到了此间便会轻旷 北方的寒风冷雪 到了此间 则会温柔 在别处低贱自卑的 在此间能够自信起来 在别处骄傲自惊的 在此间 往往会变得田径平和 离开桃山的光明大神关 在这座城某间铺中 做了半年的长工 知首官传人叶苏 小道官里 没有人知道耶稣的身份 主持道观的受道人 还在记恨着 那天宣交失败的画面 根本不想收留他 只不过 耶稣拿出来了 西陵神殿核准的道书 受道人找不到任何理由 拒绝他寄居此地 寄居道观可以不用出房钱 但耶稣也不想就这么住着 他凭价不容拒绝地 包揽了小道观的宣交工作 第二天清晨便出了道观 在周边的街巷店铺里散发传单 召唤街坊们 来听自己讲述道门真意 站在石阶上 耶稣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他对西陵教典的讲述非常清晰 也非常无趣 诸如浩天 平等 仁慈 得福之类的词语 不时出现 然而街坊们来得很少 走得很快 午后的秋日 小道观门前冷清至极 几只麻雀在石阶下躲着布 低着头专注地寻找着食物 想要熬过接下来 那个注定熬不过去的寒冬 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 石阶上站着人 所以也没有表现出来害怕 耶稣低头看着石阶下那几只麻雀 觉得有些茫然 为什么长安城里的百姓 对浩天宣教如此不在意 紧接着他心中又生出很多轻蔑 果然是一个无信者的国度 居然连自己讲的教义都无法理解 瘦道人端着一碗面条走了出来 看着他脸上神情 叹息说道 虽然我也听不太明白 但大家能知道 你定是在西陵学过的 说不定还去天苑游学过 不过宣教知识本就不易 你不要有什么愧疚 耶稣面无表情说道 对牛不可谈情 我并不觉得愧疚 瘦道人与他见熟 不再像最开始那般 看着此人头顶的道计 便莫名地敬畏 嘲笑说道 牛不喝水 你不能强岸 你得想些法子 耶稣微微醋眉 说道 这些人有什么资格让我费神 瘦道人正色说道 世间万幸都是浩天的子民 他们都应该领受浩天的温暖 千万年前 我到门先祖 在荒野辟乡之中传教 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 难道他们传教之时 也要看对方有没有资格 耶稣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道人 忽然觉得 此人的脸上 流露出比西陵神官们 更坚定的神情 不由微微一震 沉默很长时间后说道 受教 受道人笑了笑 说道 想不想学学 怎么宣教 浩天道门在世间诸国传播 根本不用诸道观花费什么力气 任何子民自生下来 那可开始 便是西陵神殿的信徒 耶稣周游诸国 十余年间眼中所见 皆是如此 所以这几日 他在街坊当中 传教遇到极大困难 沉怒之余 也不禁有些不解 他周梅说道 难道宣教 还要讲究什么方法 受道人说道 按照惯常的方法 我们一般会在宣教之后 分发食物或酒水 遇着节日 便会组织街坊聚餐 如果经费比较充足 那么去教方司 请两位歌家过来唱唱道歌 效果肯定最好 听着这话 耶稣勃然大怒 历生赤道 荒唐至极 宣教何其神圣之事 岂能变成利益交换 如此信教之人 何谈虔诚 受道人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 说道 浩天赐予人间一切 这便是对我们的恩赏 所以 我们才会信奉浩天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这么激动 做什么 如果一点好处都没有 谁来信教 第269章 寿业 耶稣自幼 便在支手冠里修道 其后周游诸国 也只见到门备受尊崇 总以为这是自然之事 从来没有想过 信仰居然还可以这样去理解 他本想一掌 把这名亵渎教义的道人拍死 然而 他忽然想到 受道人的这番话虽然难听 但其实细细想去 真挑不出什么错处 于是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石阶下那几只麻雀 因为场间气氛的压抑沉静 反而醒过神来 啾啾歼明两声 扑上着翅膀 连飞带跑 躲到了秋树的阴影中 耶稣从沉默中醒来 看着受道人面无表情说道 请继续指教 受道人看着他笑了笑 说道 其实 唐人至少九成以上 都是浩天道门的信徒 只不过和南京宋国那些地方的信徒不同 他们很没有耐性 来参加宣交活动 所以如果要加强他们 对浩天的信仰 宣交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耶稣说道 那应该用什么方法 受道人说道 道门中人手中得信 所以讲究言行一致 但对于宣交而言 言语却永远及不上行动 身为一官之主 如果你平日里能清静街坊 遇着街坊有事 便主动帮手 替他们挑水晒凉 通过日常的言行 来体现浩天的人词与友爱 这才是对唐人最有效的宣交方式 耶稣若有所思 受道人用空着的手轻轻 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除了西陵的神座大人 没有几个人 能够倾慕严赌浩天的神迹 而我们这些普通的道人 便是浩天在人间的代言人 普通人想要感受浩天 便是感受我们 耶稣凛然受教 说道 果然有理 受道人叹息说道 我离开西陵 也已经有二十三年 虽然在唐国 不及在别国那般风光 但守着这座小道官岛也快活 听说其余诸国 道人们横征暴廉 神殿派出的使官 更是骄纵豪奢 如此 哪里能让世人真心敬畏浩天 只图圣个位字罢了 那些道人 哪里是浩天的代言人 完全是浩天之耻 试涉浩天道门 在俗世里的事物 耶稣不想讨论 看着他手中的面碗说道 再不吃面就要凉了 受道人这才记起来 自己手中有碗面 赶紧递到他手中 说道 这是给你吃的 耶稣静静看着手中端着的面碗 忽然说道 我会尝试一下你的方法 一滴雨忽然落入碗中的面汤里 耶稣和受道人抬头看天 只见雨珠从天而降 一场秋雨毫无预兆地落了下来 深秋骤雨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雨势之大 更是罕见 小道官旁有些街坊 本想着雨季已过 没有整修瓦盐 突然遭到大雨袭击 便开始漏水 吃完面条后 秋雨渐停 受道人带着耶稣和冠礼 两个小道童来到街巷里 开始帮助街坊们排水修盐 耶稣做过很多事情 比如一见光寒世间 在生命里 嘲笑冥界的使者 在云端之上 无视红尘里的所有琐碎 但他没有修过被秋雨浇坏的屋檐 所以 当他顺着楼梯爬到屋顶 开始收剪替换黑瓦时 动作显得有些笨拙 但他毕竟是 浩天道门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被他漠然无视的亲妹妹叶红瑜 在西陵神殿 号称一法通万法通的道吃 更何况是他本人 所以他接瓦魔奖的动作 越来越熟练 速度越来越快 在木梯下方 负责配合他的街坊 从一个人换成四个人 依然无法跟上他的速度 渐渐 秋雨后的街巷间 人们下意识里围拢过来 看着在街盘飞翔的瓦片 看着他像描绘山河大话般 抹着灰浆 不时发出一声连一声的惊叹 听着街巷里 不时响起的赞叹声与惊呼 耶稣的脸上 没有什么表情 他并不因此事得意 因为这种事情 着实没有什么难度 他只是凭劲沉默地接着瓦 抹着浆 只是随意地坐着 就像过往年间 做的别的事情一样 街道上的积水 被秋日蒸腾成微闷的水汽 笼罩在民宅之间 落着大半叶子的树 无聊地在街盘打着瞌睡 人们看着沿上 那个来自小道观的俗家道人 津津乐道于眼前这幕画面 于是没有注意到街头的画面 一个圆滚滚的身影 从雨水化成的水汽里走了出来 陈皮皮顺着石阶 踩着雨水 走到人群外围 他仰手眯眼 看着沿上那个身影 没有用多长时间 便认出对方的脸 本来半眯着的眼睛骤然圆睁 眼圈泛红 泪水刷的一声便流了下来 他看着屋顶上的耶稣 颤声喊道 师兄 耶稣在屋顶上 正在用竹绳扎紧岩柱里 有些分开的木棍 听着下方人群外响起的声音 缓缓转过头来 他看着人群外那个胖胖的年轻人 惯常没有任何情绪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极为真诚的笑容 开心说道 你来了 陈皮皮看着屋顶上的耶稣 泪流满面说道 师兄 你这是怎么了 难道你也被逐出了道门 那个人真的这般狠心 耶稣表情危僵 就像变成了屋顶上 被阳光晒干的一只壁虎 陈皮皮游自伤感 看着他眼泪连连 然后他注意到 耶稣师兄踩在木梯上的左脚 似乎根本没有接触到梯面 接着他更注意到 雨后轻慢的阳光 撒在耶稣身上的蛋白素衫上 散发出极淡而结的光泽 就像玉石发出的荧光 陈皮皮这才发现 原来师兄的境界 比当年在冠里市高出不少 更令他感到震惊的事 此时此刻的师兄 正处于某种契机当中 小到冠陵节有防有炎 在雨后的阳光中有阴影 二人便站在这片阴影中 耶稣看着陈皮皮圆乎乎的脸庞 在心底发出一声叹息 陈皮皮看着他身上的淡淡光泽 压抑着心头的震惊与惊恐 颤声说道 师兄 你到底吃了什么药 居然有这境遇 通电王我一直留着的 如果你真要尝试破镜 你可一定得先和我说 可不敢瞎吃 修行之道 越到最后越是艰难 便如同攀登险峰一般 最后几步总是最艰难的距离 耶稣身为之手官传人 早在十余年前 已经走到了修行道路的最深处 想要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 谈何容易 所以当陈皮皮看着屋顶上的耶稣 脚踩 木梯如踩流云 素山光泽影线 明显处于某种契机之前时 以为他肯定走上了某种捷径 耶稣当然没有吃药 即便是只手官最珍贵的那些药丸 他都没有吃过 因为从开始修道时 他便一直坚信 修道之人一旦依赖于外力的辅佐 那么终其一生 便没有任何机会去抵达真正的彼岸 直到陈皮皮连续说了两次 他自己才发现了某种异样 站在小道灌前的阴影里 耶稣沉默望着霍远霍尽的明宅与方氏 默默感受着自己的道心 发现自己已经僵化了十余年的境界 竟然真的发生了某种颤抖 出现了一道裂缝 不由震撼无语 长安城果然不是一般的城 便在这时 岌岌无名的小道官 再次迎来了一位客人 这名客人 是位穿着青色道袍的少女 叶红渝看着石阶上的胸长 身体难以抑制地轻轻颤抖起来 然后眼圈微红 两行眼泪翘无声息地流过他美丽的容颜 叶苏看着石阶下的妹妹 眉头微醋 有些艳增说道 哭什么哭 叶红渝明如秋狐的眼眸里 溢出的泪水越来多 他没有伸手去擦 他哭你就感动 我哭你就骂我 叶苏的眉头 粗得更深了些 唯一能与浩天神灰相比试的 便是人类的眼光 可以专注于一点 可以普照他想看到的世界 叶红渝看着胸长 眼光委屈而倔强 就像是烤红薯被同伴抢走 却被哥哥 骂没用的小女孩 余光却落在陈皮皮的身上 充满了恨意 陈皮皮的头低的 更老实了些 叶苏冷冷看着他说道 你是什么身份 居然敢这般 无理地盯着师弟看 如果你再如此 我会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叶红渝仿佛没有听到这句话 看着陈皮皮的眼神 依然充满了恨意 与看死人般的意味 然而他的眼睛并没有被挖出来 因为愧疚到极点的陈皮皮 恰到好处地说话 化解了小道观 十节前这片尴尬 叶苏看着陈皮皮微笑说道 我与老师有些时日未见 想来他应该还在南海 至于我为什么来长安 自然有别的原因 陈皮皮好奇问道 师兄 什么原因 耶稣说道 我来看一下猴 稍一停顿后 他看着陈皮皮平静说道 顺便看一看宁缺 他是只守观的传人 浩天道门的天下行走 如今不在室外修行 却涉足红尘 来到长安城 为的便是这样简单的理由 如果传闻是真实的 如果宁缺真是当年 宣威将军林光远的儿子 那么 他便极有可能是 光明神座所说的明王之子 虽然十几年前 浩天道门自行否定了 光明神座的看法 让那场腥风血雨 悄然而终 没有持续到最后 但耶稣并不相信这种否定 因为天将一朝那年 他就在黑线的那头 第270章 解惑 耶稣对陈皮皮说道 我来长安城 算是一场入室修行 平日里还是不要相见为好 不过你若真想来 来便是 陈皮皮问道 师兄 你什么时候回观脸 耶稣微微蹙眉 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有什么问题 只是这个问题 让他想起了浩天道门 十几年来 最令人头痛的那个问题 他看着陈皮皮 含声训斥道 那你又什么时候回去 陈皮皮羞愧无语 尴尬低声说道 我得问问老师 那就去问 耶稣面无表情看着他说道 什么时候有答案了 别来告诉我 陈皮皮被赶离小道关 耶稣扶袖向灌里走去 夜红鱼静静 跟在他的身后 虽然才被历声训斥过一番 但他的脸上 依然难以自意地流露出喜悦和嘲讽的神情 直到走进房间里 他唇角的笑意还未散去 耶稣走到窗边坐下 回头望向他 微微皱眉 似有些不悦 夜红鱼脸了笑意 倔强而平静地 看着自己的兄长 不肯离去 出乎他的意料 耶稣没有训斥 反而默然说道 离开陶山 虽稍失一刃之气 但也是不错的选择 似乎裁决神作这等 被优格脏水浸泡至会臭的蠢物 一步都不能容他 更不能低头 夜红鱼静静说道 明白 耶稣看着他眉眼间的甜静气息 沉默很长时间后说道 我希望你将来能比我强 但需要你自己证明 夜红鱼抿了抿嘴唇 说道 我会证明给哥哥看 夜苏看起来比较满意他的回答 点头说道 皮皮将来要成为道门之主 需要真正有强者之心的来辅佐 我相信 你不会令我失望 听着这话 夜红鱼的嘴唇抿得更紧了些 低着头不肯硬化 因为他的沉默 夜苏两道眉毛缓缓挑起 仿佛两柄绝情灭性的道剑 声音渐寒说道 当年你暗中挑弄 逼师弟离关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用心 夜红鱼仰起头 看着他面无表情说道 道门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夜苏的声音寒冷似冰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万遍又如何 哥哥你是浩天道门的天下行走 你是必将成圣之人 浩天注定 道门必然会传承到你的身上 夜红鱼倔强说道 而且当年我什么都没有说 什么都没有做 我只是告诉他 只要他还留在道门 那么关主就一定会把道门传给他 夜苏历声呵斥道 当时皮皮还是个孩子 你怎么对他说这种话 这是事实 难道是个孩子就不能接受事实 夜红鱼说道 我当时也是个孩子 我就知道这个事实 我确实不能接受事实 所以我想改变一些什么 陈皮皮他也清楚这是事实 所以他感到愧疚 觉得对不起你 所以他才会永远打不过我 才会在我说出那番话后 便逃离了知首观 他的声音很平静 叙述也很清晰 虽然谈到的事情 牵涉到浩天道门未来最重要的传承之事 却没有流露出任何惬意 夜苏脸上的神情 却变得越来奇怪 不是愤怒 而是平静到了极点 连带着声音也平静到了极点 你有没有想过 他愧疚的原因是什么 这声音不是湖水凝成的冰面 而是深井里无人来问的净水 师弟愧疚 是因为他善良 他竟我爱我 却发现师父决定把道门传给他 所以他难过 然后才会离开 夜苏面无表情看着自己的妹妹说道 你明知道这样说 他会怎样做 你还这样说 那就是 你在利用他的善良和对我的敬爱 夜红鱼面无表情说道 那又如何 不如何 夜苏缓缓举起右手 染着雨水与泥点的素白布衫 顺着手臂滑下 他一掌向夜红鱼的头顶拍下 夜红鱼没有闭眼 倔强地睁着眼睛 看着身前的胸掌 看着落下的手掌 明亮的眼眸里 没有惊恐 只有平静 夜苏的心微微柔软了一丝 那抹被他强行在心间磨灭的涟漪 附生了一线 落掌速度渐缓 最终无力地落在了窗前的书桌上 他发出了一声叹息 叹息声里满是无奈 遗憾和对道门的内疚情绪 夜苏的手掌落在书桌上 微微颤抖 看似没有任何力量 实际上 却蕴藏着这位道门绝世强者的修为与境界 随着这声畅然的叹息响起 桌面上骤然出现了无数道裂口 然后裂缝向着桌腿蔓延 侵蚀地面上也出现了裂缝 接着是墙角 裂痕攀墙而上 明亮的窗纸上也开始出现裂痕 直到最后裂痕来到了梁柱上 书桌桌面碎裂成数百块小木块 向地面落去 桌腿裂成更细的木条 向地面倒去 侵蚀地面裂痕渐深 如见黑色深渊 墙皮速速剥落 窗纸丝飘离 梁柱枝丫便行然后从中断开 捉垮了 低裂了 墙倒了 梁断了 轰然声中 道观这间偏僻的房屋 如同积木般倒塌 见其满天烟尘 而那些裂痕继续向外蔓延 把道观其余建筑也尽数切割成碎片 整个小道观的建筑 依次倒塌于烟尘之中 好在那些另强清凉催的裂痕线条 极为神奇 把坚硬沉重的建筑材料切得极碎 并且依循着冥冥之中某些空间切割规律轻垮 并没有把屋子里的声声砸死 雨后的空气本来极为清爽 此时小道观里却是烟尘一片 满地废墟 瘦道人带着两名道桶满身灰土 极为狼狈地从废墟里爬了起来 用道袖捂着鼻子不停地咳嗽 看上去极为凄惨 耶稣静静站在砖石废墓间 深周弥漫着烟尘碎粒 但他的眉眼衣上依然是那般干净 没有沾惹任何尘埃 他愿意识 爬梯接瓦修炎 可以浑身雨水泥点 他不愿意识 便是满天泥雨 也休想沾着他的衣妹一脚 你毕竟是我的亲妹妹 不要逼我杀你 耶稣看着叶红瑜平静说道 如果你还坚持以这种 倔强的姿态站在我面前 我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叶红瑜擦掉脸上泪水 混着灰尘形成的污垢 看着他恨恨说道 哥 总有一天我会比你强 到那个时候 你就再也没有办法杀死我 我会重新站在你的面前 我还会坚持 把应该属于你的东西抢回来 说完这句话 他转身离开了小道观 耶稣看着他的背影 消失在关门外 沉默不语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受到人痛苦的垂胸顿足 看着身前化为废墟的小道观 想着自己这数十年来的节省与辛苦 想起那些求爷爷告奶奶 四处画园的画面 身体颤抖起来 声音里充满了绝望与悲伤 耶稣微微蹙眉 回头看着他说道 我出钱 再给你修一个 这是钱的事吗 这是钱的事吗 受到人悲愤交加 紧紧攥着胸口的道袍 避免因为心痛而死去 声音嘶哑吼叫道 这道观里 每块砖头每根木头 都是我亲手买回来的 我知道它们原来的位置 可现在呢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忘了 它们应该在哪里 这是钱的事吗 这些都是我的命 那是钱能买回来的吗 耶稣看着身前那些 被切割成极细碎块的砖头与木块 沉默片刻后说道 你说得对 新买的砖木 只能修出新的道观 旧的毁灭了 便回不来了 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什么重生 有的只是新生 说完这句话 他神情危僵 站在废墟之中 再也没有任何动作 耶稣不知道 为什么这间 已经变成废墟的小道观 能够让自己生出这样一番感慨 会完全无意识 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他只知道 自从当年游历诸国 勘破生死观后 自己的境界已趋圆融 进而平静如山石的境界 既先前那些微颤之后 竟又有了松动的迹象 瘦道人哪里知道 他此时的状态 看着他沉默 以为是不想惹麻烦 不由觉得愈发恼怒 擦掉眼泪 便带着道童去废墟 希望捡回些有用的东西 小道观倒他的动静不小 街坊们很快便涌了过来 看着废墟残景 人们低声议论了几句 便回自家宅院 拿了工具前来帮忙 街坊们自家的宅院 有很多被暴雨淋坏 但他们想着 瘦道人年老体弱 小道同体受乏力 哪里还顾得上管自家的事情 先前悲惨不堪的小道观 顿时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工地 虽说没有办法 把这么短的时间内 重新修起一座道观 但响亮的耗子声 人们的欢笑劳作声 似乎预示着不久的将来 小道观便会恢复如初 瘦道人抹着老泪 四处行一道谢 脸上满是真诚的笑意 时已静默 耶稣醒了过来 他看着眼前那些普通 而平凡的百姓忙碌的身影 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 想着瘦道人说过的那些话 若有所思 瘦道人走到他身前 把眼睛一瞪 想要骂他两句 却下意识里有些不敢 又想着到观他时那句话 不由有些紧张地搓了搓手 问道 你真肯出钱 耶稣看着他 认真说道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为你修一座神殿